我当时来门口 然后听到是里面有水声 我赶紧那个还用钥匙开门 钥匙开门还打了半天都打不开 找到那个开锁公司 开锁公司发明打开之后 那里面一看的话 我都快要哭了 直因房东去退六千元押金 小伙一怒之下放水烟房 不仅左孔灌交床上泼粪 还在墙上写满死字 房东直接准时十几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西安的齐女士 前几年在东二环买了一套房子 因为工作原因平时住的不多 便打算把房子挂出去 由于房间内配备有各种家具电器 再加上格局采矿都很不错 小李看到租房进去后 一下子就相中了 她立刻联系上了齐女士 齐女士见小李人比较老实 而且刚毕业不久 对这个租客十分满意 很快就和她谈妥 并果断签了一年的合同 双方约定租金案半年付 另外再付六千块钱押金 小李出出校园 不知道社会险恶 也没有讨价还价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然而当她入住后才发现 房间里的空调洗衣器都是坏的 甚至连下水道都是堵的 她赶紧跑去找房东说明情况 齐女士答应她会找人来修 但拖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 小李实在等不及 只好先垫钱处理 不过修好后还没用两个月 就因为工作调动无奈退租 小李找到房东说明了自己的苦衷 为了表示歉意 她还主动提出自己可以不要修理费 只希望齐女士能把剩下的那部分房租 以及当初那六千块押金退给她 并且许诺会在离开前 帮房东找好下一位租客 可惜她哪里知道 钱一旦进了别人的口袋 要想再拿出来 那可比当天还难 果不其然 当齐女士听到要退钱时 立马翻脸拨认账 她说自己的家用电器本来就是好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修理费 就算有也是小李自己弄坏的 此外她还特意拿出租房合同 说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 租客违约押金不退 小李心里虽然生气 但她觉得自己违约在先 比较理亏 于是再次做出让步 她表示自己可以不要剩下的房租 甚至可以再从押金里扣除两千块钱 只需要房东退给她四千块钱就行 可齐女士说什么也不同意 小李无奈之下只能默默搬走 不过临走前 她还是难掩心中的怒气 给房东留了份大礼 我都崩溃了 我特别气人 简直就是恶心人 我不知道她当时的话 是什么样的心态 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只因房东拒退六千元押金 小伙一怒之下 放水烟房 不仅所拱灌交 床上泼粪 还在墙上写满死字 房东直接损失十几万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房东秦女士接到物业打单的电话 才知道自己的房子 已经变成了水帘洞 她赶紧拿着钥匙 跑过去查看情况 结果刚到门口去听见 房间里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她本想打开家门一探究竟 谁知锁孔里竟然灌满了消水 她来不及发火 马上联系了开锁师傅 然而打开门以后 房位的情景却让她大吃一惊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满屋的积水 以及被泡坏的地板 其次就是客厅柜子 以及墙面上 被写满了大大的死字 房间里一片狼藉 家具家电全部报废 但最让人窒息的是 床上沙发甚至厨房的台面 全都泼满了奥利给 其的秦女士差点当场晕雀 她没想到房格比自己还狠 竟然为了几千块钱 做到这种程度 现在好了 所有损失加起了 差不多要十几万 秦女士预顾无类 赶紧打电话联系租客小李 可惜早就被对方拉黑了 过于无奈 秦女士只好用其他人的手机 试着给小李打电话 你现在还给我解释一下 我这房子现在什么情况 然后现在房子藏口喷成这样子 我都不住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让我过来交房的话 我房门打开之后去藏着电话 只想你在里面住的话 你说跟你没关系 那谁搞的 你押金都不退 我给你交什么吧 听到这话 秦女士赶紧服软 表示愿意退小李押金 希望她能把房子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押金我可以给你退 但是你把我房子 然后现在弄成这样 你给我收拾好了 我再给你退押金 不过小李也没有那么傻 直接没好气地告诉秦女士 押金就当送给她了 自己没有闲功夫继续掰扯 这一切都是房东自己做的 毕竟当时小李都说了 不要剩下的房租和三分之一的押金 甚至帮秦女士找新房客 谁让她当时死活不同意 现在知道后悔了 可惜已经晚了 小李让她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 说完才匆匆挂了电话 直到此时秦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做法似乎是有些过分了 但她还是心有不甘 后来她忍着恶抽 对房间做了全面的心结 可惜残留的痕迹还是没有办法抹去 而且屋内的异味也始终存在 再加上房间漏水对楼下的邻居 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秦女士最终决定报警 向小李进行索赔 很快警方就将租客小李叫来问话 小李承认是自己干的 不过她并没有觉得错了 当初要不是房东贪婪黑心 她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可不管怎么说 小李还是触犯了法律 如果秦女士不愿意和解 她很有可能会面临三到七年的牢狱之灾 相信各位在生活中 也曾碰到过各种各样奇葩的房东或者租客 有的是故意可口押金房费 有的只是把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 无论是什么样的 都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用法律武器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要因为贪婪或者意气用事 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有时候互相理解一下 矛盾很有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租房记得擦亮眼睛 不然下一个大冤种可能是你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